大家好,一个星期之前,我这盆金边墨栏的长势非常好 而且它冒出了四颗新芽,每颗新芽都是那么粗壮 但是进入了六月份高温都已 那么使这个新芽也染上了一些病害 如头上来这里已经出现发黑的迹象 也就是出现了黑斑病的现象 为什么会染上这种病害呢? 也就是由于所在的环境湿度过大 而引起了,由于我们这个地方天天下雨 没办法给它打药 所以就造成出现了这种病害的现象 趁现在天气晴朗赶紧地给它打上一点药 预计这些病害出现蔓延的现象 现在还没到严重的时候,还没出现腐牙 我们要及时地给它把这些病害给控制 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最好就是选用一些针对性的 像这种本甲笔作级,针对黑斑病,叶斑病,碳疾病等等的这些病害 而且它是内吸型又是低涂的 我们只要给它喷洒了咬效的渗透植株体内 把体内的病原菌咬效的上面 这样才咬效的把病情控制好 每次使用只需要一粒兑上500毫升的清水即可 直接把这些药粉给它撒进去 我们先把这些严重的病害把它剪掉 不然等到药效过后 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定期的给它喷撒杀菌药 很快这些病情又出现蔓延的现象 还有炉头的这些叶颊也要给它剪掉 使这个炉头更加通风透气 让它吸收到充足的光照 增加炉头的抵抗力还有抗病能力 然后再往这个页面给它喷洒药物 喷洒两个小时之后 就把它放在比较通风的环境 要把水分吹干 这样根除病害的效果更加好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